這裏是軟房收法裡面的直接或熱能的一些鋪面 類似像蓄熱壁或是用屋頂水池的這種斷頭 或是兩層的外皮 或是類似像溫室 那如果公共電線製作水池是被用的 這方面不會有問題 像屋頂的這種水池 就是白天的時候去收集熱能 然後用水這個介子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候這個介子 它會放出它所吸收的熱能 白天所吸收的 這是早期開發出這個蓄熱壁系統 我們這一個奧迪勒的就是這個 J.P.Michelle 他所開發出來的 這是他設計的奧迪勒Sora House 1969年 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 他其實是刻意在印度的香檳開圖 那時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刻意從他的身上的學道 非常多 有關於這種所謂的 有導師的一些設計手法 這是1978年 這是1978年 大師的教授的一致大 彼はこれで蓄熱壁で熱を取る 然後仍然是在附熱壁地的 寒冷水 也要有的 寒冷水 有十分寒冷水 寒冷水 我們在晒冷水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 然後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東西 因為從這個時候開始 這裡面的蓄熱幣 已經不是像剛才用的土幣 所以不是用 Tone Black Wall 所以這時候開始變成 Somal Storage Wall 這樣的一個蓄熱幣的 這樣的一個稱呼 這段子裡面基本上也是 利用這種蓄熱幣的手法 然後去 去形成室內的這樣一種軟化 那當然夏天的時候裡面所蓄積的熱 就是從上面的這個 排風口 排放 是 這是 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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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 … … nerve 就是用了一個圖案的系統 有一個圖案的圖案 有一個圖案的圖案 這是一個圖案的圖案 是一個圖案的圖案 在這圖案的圖案上有很多圖案 以外他會有很多圖案的圖案 5年後,AIA 特別賞 從美國AIA的建築學會給他一個特別賞 類似中生成就的一個特別賞 這個都是啤酒塊 就是喝完啤酒塊 利用啤酒塊它所形成的空氣層 然後來作為一段的 本來是用玻璃的 因為它預算非常少 所以它就直接用一些非常簡單的塑膠的材料 然後也是可以去形成類似的 達到同樣的一個效果 就是大規模的Helmer 這是全部DWになって 巨大型的產業 這是Helmer在1985年設計的一個購中型 這是一個叫大型的 大規模的一個所謂的 又老師那樣的一個建築物 是從屋頂收集到熱能 然後透過一些這種 跑板的設計讓它循環在室內 這是同樣的 這是同樣的 Peter Carto Satsangable Community 我們所編集的 現在美式的 有名的Satsangable Pioneer Peter Carto 設計師 它也很滿意 它是訊軟造的 你最近看能不能重新做什麼 這個的話就剛才那個空間類似的手法 其實也是用在這個市政體裡面 然後類似槍道導管其實它是去形成 室內的這種熱人的一種循環使用的一個導管 那這個設計是Pitton Carrington 他其實在美國是這方面非常 有關持續發展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他寫過的這個設計的一個社區 其實在美國的身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著重 結果是空氣汚染所以 這裡有很多緑的製造 也想到空氣的製造了 結果是空氣汚染太多了 脂肪污染太多了 那這個結果是出了 那當然這個整個空氣上的循環 其實它因為空氣就會開始汙濁 所以他在這邊也試著用 磁災的這個作用來能夠進化這些空氣 那可是在這個案例裡面 可是想不到它那個磁災的那個進化的作用 其實還改不上它空氣汙濁的那個程度 所以效果其實是打了一個折扣 那這是在西海岸的這個海邊地帶 在Deville Wright他所設計的一個辦地下的一個主居 這是監察州州立大陸 州立大陸的 Library 然後這也是敗白道地下的一個主居館 就是在坎克斯的一個中立大學 那這個下的全部Library 然後光是落下的 但是光是落下的 沿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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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它內部空間也是蠻精彩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去找來看一下 那在那個露出來地面的都是一些太陽能的一些面板 那現在是空輪的方法 現在就直接聽到 Passive Cooling Passive Cooling Passive Cooling 現在不是冷靜的 而不是 Passive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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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才前面所介紹的就是盡量讓熱要跑出去的一種 所謂的斷熱的手法 或是獲得熱能的手法 那接下來這個是冷房的手法 就是怎麼讓熱能跑掉 就是讓那個通風的效應 等於說讓它達到冷房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也是一個半地下的一個住具 那樣只有屋頂露出地面來 這是... 然後用這水池來冷卻 這是在中間的水坦克的熱吸收 同樣在牆上也是有一些儲水的設備 然後用水的外牆系統來做類似的熱圈 剛才講的說法是引退的嗎? 這是三萬細胞的形狀 在這裡吸收熱的方法 這是分離式的手法 就是怎麼獲得熱能分離式的軟防收法 所以像把這個地方空氣加熱 然後把它做為一個儲藏之後 然後再回收再使用 例如說 Adobe的狀態 這是先ほど Nobel賞的公文 就是一個很大的小型的地區 是一個小型的地區 他在這裡的地區 非常有的地區 Adobe style Adobe style 是先ほど說到的 Crip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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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剛才那個 就是曾經被提名 諾惠爾的這個 候選人之一的那個建築師 他後來入戶區蓋了很多類似 像這樣用土地的一個 的這種住宅 對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現在是空中的 空中的空中的空中的空中 最後最介紹的是 分離室的這種 冷房的手法 等於說 試得到 透過這種 這種 底下的包擺 空氣的 靴之後 去 形成 室內的一個 一個 舒適的一個 維修的一個條件 這是 原人的中村民先生 設計的 幼稚園 那 這個幼稚園 哪個空中的 使用的方法 公園 公園 那 這是 現在先生的 好朋友 一個中村民先生 他所設計的一個小 一個幼稚園 這個幼稚園 就是用到這種 人館的手法 就是那個空氣經過 地面這些人館 通到地底之後 再從室內跑出來 然後 達到冷卻的一個效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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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有關 自然的一個造明 因為 用到太陽的裡面 其實很大的部分 也是會討論到 因為用到太陽的 那太陽的光線 所以就是 同樣的它會用在內部的造明的使用上 那像 阿邦奧奏也是這方面的一個非常狠的一個賽場的一個設計師 これは デイライティングと言いながら 逆に 5個 ハイテックをしたので ハイテックを買い ここで 光を取りまして この光を50m下に持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ね これは やはりライブラになりますけど ライブラのエンクランスを光らせて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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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也是利用自然造明 不過是一個比較高科技的一個手法 就是 它從屋頂上方接觸到太陽光 然後經過這樣的反射的一個設施 就是把它傳導到地底下50公尺的一個越南市 對 雖然是在地底下 所以它還是有一個可以非常明亮的一個越南空間 今度レトロフィットイノベーション というと 非常にシャスタービリティの要素は強くなっている 那 接下來就是有關一些 改建或是 一些重新再利用 有個這樣的一個安定 它這方面也是跟可持續運的一些概念 是相通的 古い建築は非常なくなっているので これを改造して 光を そういう建築 那 那 這是早前エローサミナン的一個建築 那 因為內部是比較暗 所以它其實後來出過一個 就是 改建者 所以 那 內部的一個空間 有比較明亮的一個 小 一個空間的一個 分圍 この建築は 中間全部木造です 那 那 這個建築内部幾乎是木造的 全部都是木造的 那 これは 560cmくらいの 光が落ち込 する 那 等於說 利用這一個 是 太陽的光線 讓我們內部空間也可以達到 大概 500兆度的這樣的一個 室内環境 那 これは 同時 美 objetos 特有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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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建築 真的 建築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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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是大家所熟知的這個 Forset設計的這個 柏林的這個 柏林斯大龍 當然它上面這個是用所謂的 一個六導師太陽能的手法 可是它有一個非常高科技的 就是利用地底下的這個不同深度 去或許不同的熱能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高科技的一個系統 當然在內部的中間的這個光屏裡面的一些照文的設計 也是有非常多設計上的一些巧思 東西 되게和美不自 beyond isso 對比arm小部分的主角 沒理由的 楓岡市ús有一個很強的 那如果是我們現在見過一遍 再來是湊有種很強的 剛才也是在大清花院的位置 我們在這大清花院中的 柏林ibel 是 remark 那類似像這種在建築裡面開始用到一些植栽所謂的這種生態建築 或綠建築其實最近已經成為一種流行 所以從群羊之後 當然很多類似像這樣的一種復環跟設計 這是蘇菁的製作品 這是蘇菁的製作品 所以它在亞洲的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期待 GREEN ASSOCIATION 那美國國際大陸 一昨年 那一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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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2001年的 綠建築的這個福建兩會裡面的一個海報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對於這種所謂的跟植栽或是結合在一起的設計的一些想法 這製作品 那一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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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 定期間的尋常 自製作品 這製作品 外面的水扵清洗 所有水流都ié泡汁 全部止渦微浮淍 所以 Bon sitting there 其中置互使用上面的水 加上再互還不 likes to Zelda 這個呢 我們這次佳日前在Texanos 去拜訪覺得 一個友知道他自己設計的一個自家 這是室內的溫度 這是室內的溫度 沒有 室內的溫度 沒有用到一些冷氣的設備 就是一些冷氣的設備 這是室內的溫度 基本上都沒有用到一些冷氣的設備 所以我收集到的溫度水 它也是作為這些植栽甚至水質的一些使用 同時作為調整室內的溫度條件的一個裝置 他們是在這個排水裡 水裡的水裡 水裡的營養 很多營養 後面有農園 建築設計的方法 農園模型的設計 也用到這邊的一些排水 排出來的一些廢物 過濾過的水 它也同時作為周邊的農園 這位建築師除了是建築師之外 它也在經營它家周邊的農園 這是室內的系統 這也是有關水的進化系統的提案 那玲牌 是 這一點 之間 是 做的 有關 那 是 現在 我們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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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Prineticita 015%以外しか置いて 相互共途中参照。 而 pelos dod入力美濃烈梧和 或是用光用太陽電池的最初的樣子 這是雷南打電池的設計 但我們想要怎麼把光集中的樣子 歷史的西洋史 到達的地方的設計 其實人類的歷史裡面 怎麼去利用太陽所散發出來的這個能量 因為太陽的那個散發出來光線的部分 就是那個亮度的部分其實只有占15% 大部分其實都還是在他的能量 所以怎麼去利用這個能量 從大溫溪的時代開始 他就已經想了很多種方式 怎麼去利用太陽所投射出來這個能量 甚至把這個能量用在戰爭 或是用在這種生活 甚至他在戰爭的時候 船隊之間用太陽來做一種武器 甚至這樣反射的效果 其實在大溫溪時代他們就開始想了非常多 像這個是1700年的時候 一個人的構想畫的圖 可是實際上這個裝置在 二十四季初期的國覽會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被做出來了 那1850年的時候 那1850年後 那1850年後 1850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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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將會被人提供中心 那結果差不多在100年 就是從19世紀中 然後到了大概二十世紀中 左右 的沒有發發 所謂太陽變質 和太陽光的一些設備 我认为1981年MIT在学校,他们在学校的学校, 他们在学校的学校, 在太阳电池中, 在太阳电池中, 在开开的模式, 在大阳电池中, 在東京, 在这些街灯, 在太阳电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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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地方, 这是1987年, 嘉然先生去MIT参观的时候, 当时MIT, 他就提出了, 利用太阳电池的造射, 它会形成可动的一个装飾, 它会随着太阳电池的热量, 会去进行开合, 甚至移动, 得了差不多将近十几年, 在东京, 在东京的街头上, 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路灯, 那这个路灯, 它会随着太阳, 吸收太阳的, 会随着太阳的方向转, 甚至吸收太阳, 它会形成一种开合的, 这样的一种效果。 所以, 从这个杂志就可以知道, 太阳人的历史, 其实这本杂志从1963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 所以它可以看到整个太阳人的这种, 人们怎么去利用太阳人的这种历史的一个变化。 但是现在, 中国人的历史, 中国人的历史, 都没有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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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聚落, 它们也有电池可以使用。 现在, 这些性能是, 各种材料都已经出现了, 中国人, 在澳洲人的历史上, 都没有电池, 也有浮沫的。 建筑家, 使用它们, 都没有很多材料, 各种发展方式。 所以, 最近, 在有关太阳人的面板, 一些晶晶片上, 也有很多新的这种做的一些技术, 甚至怎么跟建筑设计, 结合在一起。 先ほど申し上, 太阳光的中, 光的部分, 10%至15% 所以, 以前, 10%至10% 之内, 10%之内, 都没有使用。 现在, 有很多, 10%之内的, 海部, 100%之内的, 例えば, 宇宙基地, 都没有使用。 很高的, 太阳电池, 所以, 这种扉子, 有很多可能性。 因为, 随着, 对太阳能技术的这样一个进步, 所以, 以前, 利用太阳能的能量, 其实也, 顶多达到太阳能量, 大概10%至15%, 可是随着, 这个技术的进步, 就是对太阳能量, 已经快可以接近, 100%的这样一个利用程度。 这是, 德国的城市, 德国的多数多的駅, 在駅上, 大量电池, 建设, 国民地, 提供。 那, 右下方, 这个是在德国的一些车站, 车站的一些屋顶, 现在大家都已经是太阳能板, 然后, 有吸收的建筑, 就提供车站跟周边的一些设施使用。 这也是公共建筑, 所以, 很普通的部分。 那, 这种公共的建筑, 或是一般的住台, 在澳美国家都越来越多。 1992年, 这些人像这样的一个人形式。 这些人像在10年期有一个样子。 这是1992年的一个, 一个が漫画家所画的, 他想像的风景。 可是, 其实还不到10年啊, 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 类似像这样的风景。 這是在五、六年前的一個太陽能力的設置嗎 這是日本的太陽聯盟的雜誌 這是個人地出發、教会出發 這是個人地出發、它們都在教會出發 這是個人地出發、他們都在教會出發 這是個人地出發、彼此的報告 這些報告是個人地出發的 但是他本身的報告是非常積極的 那這個的話是日本的一個比較小眾的一個雜誌 對 太陽聯學會所發行的一個雜誌 那也可以看得出他們在推廣太陽聯誌其實也有份 就是在整個社會上 就是這類似像這種閱讀這種雜誌的一些個人 也都開始去接受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是在美國幾年前的歐巴歐歐的大學裡面 建築裡面所用的垂直的這個玻璃面上 你開始有太陽聯的這種面板的一些裝置 一般に窓ガラスに太陽電池を組み込むという方法が 大体の心になりました これが10%であった場合と20%であった場合と半分であった場合 こういう例がこういう太陽電池の会社から いくつか提案さ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類似像這種玻璃牆面上用太陽能板 他可能會依照各種不同的弊度的狀況 然後這些廠商他們其實會做各種不同的提案 これは普通のロサンゴ2007年度のマンションです 高校です 其實甚至在一些不動産的這種案例上 也開始試著把太陽能的技術 把用在這些住宅的開發上 太陽電池の作用というのは非常に 太陽電池そのまま非常軽いので かなり女性が労働者として 有用意されてまして 有用意されてまして アメリカなんかでは 女性の職業としていいんじゃないか という意外でます 那甚至一些企業 因為也開始考慮到 類似像太陽電池版 他的一些施工 因為他非常親 所以一般的一些人 他也可以用類似DIY的方式 甚至連婦女也可以一起加入 去施作 一般に太陽電池を使う場合は サンシャインのパーセンテージが 非常に重要でありまして フェニックスでは84% テンパーでは27% というふうに ズラッと合いまして 台北は34%でありますが 先日聞いた話では38%あるというので それだったら40%近ければ何とかなすかな しかし この辺りは それは難しいな という サンシャインの 考え方が 要使用太陽電池版 或是太陽電池設計 一心要考慮到太陽的日照率 各個不同都市的日照率 これは自分なしに ウイントビルの方法が とても大きいです それがポスターですが ウイントビルについての歴史も 結構記載です 次回は 風車の部分 風力の部分 この部分 この海報は 数年前 風力の 博覧会の海報 これはちょっと古いデータで 今回は 昨晩に 風を使用する テーマを ということで 一応 数年前まで このように ウイントビルの死亡は 大変増えていました しかし 現在 ウイントビルによる 環境交換というのが 起こりまして その バイブレーションによる 人体の影響というのがあって ちょっと落ちてきていますが ドイツでは ウイントビルが 人体におよさない バイブレーションを 国国電社の 水産に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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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ような 風力発電 設定的 数量 電量 電力の 測定指標 これは2006年 2006年 前一陣子 人体出 風力発電 對環境 公害的影響 この曲線 は 数年前 始まりました 最近 德国 研究 他又 克服了 空壩問題 次 風力発電 還會往上 成長 大規律 国別では ドイツは 確かに 今 ドイツ スペイン アメリカ 第一 では 国家 德国 西班牙 使用量 非常大 2個 国家 どうぞ 水産に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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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ほどの 三大半年 一番 能力的には 手幅で ファンクション 化ある というんですけども これは ダリウス型なんですが 性能として ほとんど 同様に 那像風力發展大概可以從這照片 就可以看到像剛才那種風扇式的 或是像那種直立式 垂直式的那種環環狀的 那基本上兩個的那個功利其實就是差不多的 這是在台灣 新竹 這是在台灣 新竹 這次在新竹 他發現那邊有風力發電 對他去那邊看觀察 他發現那個風力發電 然後那個風速並不是那樣的夠 所以他其實直到低下來 那通常大概在秒數大概4公尺到5公尺的 左右的那個風力的話 那就是這些風車才會轉比較順利 當然如果他低於4公尺 如果他只是2公尺到3公尺的話 他就會造成他比較順頓的這樣一個狀況 一方的台風那樣的25公尺 或是那種時 折斷的風車 那這樣就變成問題 那當然如果這個風速太快 像颱風來的時候 那個秒數大概20幾公尺的話 甚至這些風車就會被打斷 當然當然 對 對 對 那種大型的風車 他突然造成一些環境的公開 所以其實最近的這種風車 他有這種比較小型畫的這種趨勢 那這個教導師說 看這個小型風車的設計 他覺得好像應該 應該有各不一樣的這種小型風車 是不是現在對 那當然除了這照片裡面介紹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比較更大膽的這種 一種風針的這種小型風車的這種設置 對 那也都是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這種想法 那這個也是跟剛才那個一些不動產的廣告一樣 他在住宅上方裝了一些不避發電的設備 那這個也是跟剛才那個一些不動產的廣告一樣 他在住宅上方裝了一些不避發電的設備 那這個是剛才提到的嘉穎先生那個朋友 中村緬先生他在日本東京設計的 其實也是把太陽能填板 然後擺在全域池的這個玻璃面上 然後同時屋底也是設置了這種風針的 一個發電的設置 一方的傳統的風景として こういう水車というのが 日本にはあるのですが この水車は例えばこのレベルとこのレベルを こういう水車で改革しているのですが そういう非常有用な ポンプとは違うエネルギー こういう風に流動所亂生的水で造成的高低差 然後可以去形成 類似像這樣的水的這個 把他拿來使用 這樣一個系統 這是水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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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的話是一個膝蓋型的這種小的水壁發電的一個機器 它只要有1.2公尺的深度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產生高低差距形成水壁發電 這是昨年建築大學的研究這是漁大學的故事 漁大學終於用了自然水壁的機器 吃水水水通過 水の水で流在讓水流水 thor 涉及水的水位 在美国耶鲁大学开始利用这种水的净化系统 然后怎么去利用水的支援 对,选择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要求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种方法 是在某些的选择 在某些的选择 这种方法 要求的选择 就是根本的选择 这种方法 但更可要的选择 我剛才提到的說明 我會再次提醒一下 以前是非常重要的 使用機械的機械 這次是不一樣的 就像老闆的小型 街上的表現 這個是現在他整理的 就是針對不同的主題 然後到目前為止 人類的發展歷史裡面 其實都是用這樣的態度來面對 比如說他是一個大量生產加工 然後甚至是專門教育 或是這種大規模強調高性能 或是這種專家支配 這樣的一個年代 或是這樣的一個 或是效率主義這樣的一個年代 那開始會21世紀 他會進行這樣的一個轉變 然後這是面對的21世紀的 可能就是這個概念之下 他會有不同的這種概念 那等於說他可以從一種比較 這種所謂的大量生產 他可以強調所謂的地產地消 就是當地生產當地消費 然後甚至利用太陽的自然能源 然後甚至考慮到他是一個小規模 甚至使用適當的這種技術 對然後甚至是一種所謂的 這種所謂的尊重傳統地域風 這樣的文化的這樣一種態度 這是把這個不同態度的轉變 對方做的一個表練 這是什麼意思 那… 全體的デザイン 全體的環境和環境和環境和環境 都可以考慮到 這些事情 都可以考慮到 進行的必須 所以 那… 全體的環境和環境和環境 都可以考慮到 那… 那… 這個是… 有專家他們去研究 就是… 日本各個地區 就是每個不同區 北海到東北 對… 然後到一直… 北陸到關東關西 然後到九州… 那個… 流球 這樣… 不同地區 它的能源使用的一個類別 所以這個是它能源使用的這種類別 那… 其實日本他們對這方面 非常… 得… 得… 說很有研究精神 所以針對這種 不同人源使用的類別 到底在哪一個部分 然後去… 可以進行… 這種調整 是不是去… 去… 導入一種不同的… 這種… 所以… 生態接觸 或者誘導師的手法 去減少這種人源的耗損 謝謝 好… 那個… 今天的演講就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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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 我想留下來的就是… 真的對這個…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第一個是… 你們有課堂衝突 第二個是… 非常有興趣的 然後… 那個… 不知道針對今天家庭老師分享… 非常… 非常多的知識喔 大家有什麼問題要提出來 對一個老師在… 在這個… 不管是概念上… 操作上的實力上 大家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要提出來 我會先問 第一個… 第一個案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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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第二個是… 我看到那個… 垂直的立化的牆 當時那個… 那… 成不成功 那… 因為它相對看起來是… 那… 那… 是… 那… 是… 那… 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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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人反應說 其實看到那個水的時候就會聯想… 而且是希望有毒油啊 或是希望有什麼… 對… 對… 這樣… 少於林亭和… 什麼… 什麼… 那個… 那個… 或者… 那… 感覺不像… 那個… 那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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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當時設計 他其實並沒有把它設想出 它是一個社代池 就是裡面會有… 魚啊 或是有很多蛇物在裡面 他說當初設計的時候其實是沒有把重點還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他覺得如果是生態值的話 那通常就會有些味道 所以他對於建築師來講其實是會增加一些麻煩 那他當時只是把他想說那個隨時水面其實是要再更高一點 所以再跟比較強調視覺上他跟中間的那個視覺上的關係 那原先其實希望他再更高了 讓他施工上沒有造出造罪 那其實就變得比較低的這種水面 對 那當然這種類似像這種水池有很多不同類似的水面的手法 他覺得有人利用水池來發電或是高低差 那他覺得他當時其實不是就是把它當作一個儲水的一個水池 那甚至如果說還有預算的話 他其實還會再往剛才提到的這種高低差池 發電上來考量 對 那你幫他有什麼話 那我說 那我其實想說 那我還沒做過 就這樣教會 那我來我 那我願意你去еня 那我我你去拿 那你家教會 那你去拿 那我 fotos 那我那我去拿 那我幫他 那我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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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